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诸葛亮最器重的主部 公元二二一年,刘备正式称帝建立蜀汉王朝 刘备能够开创地业,诸葛亮是重要的功臣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刘备新兵乏无战败,损失惨重,身心都受到很大的打击 加上国内政治不稳定,危机四伏 刚建立的蜀汉政权可以说岌岌可危 公元二二三年,刘备白帝成脱孤,刘善登基 诸葛亮成为蜀汉王朝的丞相 刘备对诸葛亮是十分信任的,究竟有多信任呢? 刘备一言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均可自去 诸葛亮也没话说,实乃忠臣贤相 为了报答刘备的知语知恩,也身体力行地 应了他在初诗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裔 刘善作为继任人,对诸葛亮也十分地信任 给了诸葛亮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开辅 开辅,根据词源的解释,就是开设辅蜀,匹治辽蜀 通俗来说,就是拥有自己的辅蜀,能自行任命一套蜀官 一般有长使、成、参军、主部等官职 由于开辅自己建立的,官员也是自己提拔任命的 因此开辅所建立的机构体系是独立于皇帝朝廷体系之外 只属于高级官员自己的平行机构体系 由此可建,丞相开辅,权力是极大的 诸葛亮开辅以来任命了很多贤臣良将 其中就有一位比较特殊 他是诸葛亮非常信任且器重的大臣 善于执剑,也敢于指出诸葛亮的缺点 去世之后,让诸葛亮都痛哭了三日 直言,他的去世是蜀汉王朝的损失 其一是根正苗红的荆州系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杨勇 是根正苗红的荆州系 杨勇自自招,荆州襄阳郡 当年刘备拿下荆州后广纳豪杰 杨勇这个时候投靠了刘备 在刘备吸取益州的时候 杨勇也跟随着刘备入川 开始走上了政治生涯 刘备好不容易拿下一州 开始全面接盘一州的领地 其中杨勇就被刘备任命为八郡太守 成为市一级的主要首脑 诸葛亮开府之后 杨勇因其地位以及政治身份成功入选 成为丞相的主部 文献通考记载 盖古者官府皆有主部一官 圣字三公及御史府 下至九四五间 一级郡县皆有之 主部最早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左立 和从事一样是汉末时期常见的官职 一般都有主官亲信之人出任 所以主部虽是左使 但往往参与积要之事 权柄其实不小 其二敢于劝谏丞相诸葛亮 诸葛亮在流善时期 可以说权倾天下 无人敢说他的不是 然而诸葛亮又是典型的工作狂 事无巨细 亲力亲为 势必公亲 这是诸葛亮平生最让人可敬的地方 也是他的一大缺点 有一次 主部杨勇看见了 诸葛亮亲自教对文书不测 直见 为之有体 上下不可相亲 然后讲述一大堆言之有理的比喻 最后还来一句比较温馨的劝谏 今明宫为至乃公字叫不书 留汉静日不亦老乎 意思就是说 如今您治理朝政 亲自过问 审阅文书不测 几天以来您都汉流浃背 难道您不累吗 敢于直面劝谏诸葛亮的大臣 杨勇算是第一人 也正因为杨勇为人的正直 让诸葛亮更加喜爱 诸葛亮让成为丞相东曹蜀 专门负责宣拔举用贤能 俗话说举贤不必亲 杨勇在任职内应该有所贡献 其中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为诸葛亮举荐了自己的宗亲杨宜 杨宜在张五元年的时候本是尚书 却跟尚书令刘八关系非常不好 被贬值 妖领洪农太守 基本上没具体事务 但是却在践兴三年 诸葛亮就启用了他 成为丞相府参军 之后就一直追随诸葛亮北伐 其三 杨勇去世 诸葛亮痛哭三日 书汉建兴六年 杨勇去世 诸葛亮十分悲痛 痛哭了三日 作为诸葛亮的下属 还没有谁能够让诸葛亮痛哭三日的 由此可见 杨勇在诸葛亮心目中的地位 诸葛亮虽然十分信任杨勇 当时听到杨勇的劝谏 还是非常感动的 可惜诸葛亮并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做法 由于身体长期超负荷 大半辈子都在劳心劳力 二三四年八月底 诸葛亮实在撑不住了 病逝五丈元 三四年八月